哪有女客打电话了 打人也三六了啊 说热了 说车厢热了啊 啊 谁 这啊 成员 哎 我热 我感觉车厢有点热 我闷得有点吵上气儿去了 行 你等着吧 我先给你调去 等着 有事你就跟我说呗 还快点打个电话 我调完了 你看热不热啊 成员还是觉得有点热啊 他闷了 能不能把空桥调两一下 谢谢啊 太热了啊 约你这么去吧 前面就是餐区了 餐区没啥银 餐区凉快 你叫餐区坐上去吧 我这吃饭了啊 我是那也吃香的 那个成员说 让我穿这儿再坐一会儿的 说餐区没啥银 说这会儿凉快 我昨天也吃香 太闷了 太热了 所以我就坐一会儿 不吃饭 不吃饭就坐不了 不行 那成员让我来的啊 成员说这会儿凉快 让我去坐一会儿 那你跟成员说吧 成员没跟我说呀 反正我不行 你坐这会儿就得吃饭 你好这位同志 空桥已经被你调好了 你稍等一下的 15分钟之后 空桥温度大概就降下来了 其他旅客感觉温度怎么样 如果温度不好的话 如果冷的话热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你好这位旅客 现在感觉温度怎么样 还是热吗 如果热的话 前面车厢还有位置 我带你去前面车厢吧 前面车厢比这个车厢 温度能低一些 行李我来帮你拿 冲员 你刚才扫地 是不是剪了个黑塑料袋 等下你那个东西 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 等我收拾完了 在垃圾箱里呢 你自己找吧 冲员 你看咋还给我扔的呢 我就上上委屈间的功夫 你当时问问我呀 不是垃圾你放在座椅底下 那我扫地 在座椅底下的塑料袋 还多看一遍 我哪有段时间的 这是哪位同志的啊 还要不要了 好像有用 下回车厢了 你好冲员 你当时看见一个黑塑料袋了吗 是不是就个黑色袋子 我捡到了 我就给列车厢了 你跟我来吧 谁想在这边 冲员 麻烦对事呗 我马上下车了 这东西太多了 我也想上到车厕所 哎呀 你帮我拿一会儿呗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谢谢 我可没时间啊 我一会儿得开车门去 哎冲员 你帮我开一会儿吧 我就急着破背 还在行李 没啥贵这种东西 你帮我开一会儿吧 哎呦 十个着急 你找干啥去了 感谢感谢感谢啊 马上马上马上 感谢人啊 好了先生 不要着急啊 你下车还有六分钟 开箱有惊喜 让我们一起看看云集党员 爱心服务箱内 都有哪些宝物 哇 钥匙真是齐全呢 有病子血压剂 还有放大镜 下面让我们建议一下 这个爱心服务箱的主人 万云集同志 问问他 他当初是怎么想到 准备这个爱心服务箱的呢 我们去一探究竟 在这个电子信息时代 手机成为人民 平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音频 经常有里的匆忙自能 忘记携带紧电器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了 多功能速速的键 适用于苹果 安卓単本机 三种不同机型 充电机型 我们还准备了充电宝 超面旅客便携 在重务工作中 经常会有旅客向我们建议 未满足旅客取消 所以我们准备了 NATO TAC和便携 在我们的爱心服务箱里 还有一个小宝箱 就是我们的飞线块 费满足旅客多元化成型 我们准备了这种感受的线 其实也要到 最后我们还准备了 电子的雪压机 在去年12月25日 列车刚刚驶出哈尔滨站 一名旅客找到我 自诉高雪压病史 头晕恶心 希望可以策上雪压 我们用服务箱内的电子雪压剂 多次测量后 发现双压偏高 旅客后续用药 直至下车前 我们多次为其监测雪压 直到症状缓解 安全下车 小小的橱香 在过去的重度中 发挥了大的作用 未来 根据旅客的多元化需求 我们会继续封住 橱香内的物品 他本身这时候 中文化 武器 小丽 放下来 と 二同 该 大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2月14号 浩尔滨开网到石家庄的高12384列车上 一名男子多次登踹前方的座椅 经过民警调查 登踹前方座椅的男子 在高铁列车上喝了不少酒 前方旅客正好是一名怀了身孕的女同志 同情人对这名喝酒旅客进行劝阻 喝酒旅客不但不停劝阻 更加变远加厉 很快列车乘警赶到现场 给喝酒男子调换了车厢和座位 不够五分钟后 这名男子又任性地抽洗了烟 面对民警的询问 这名男子承认自己在高铁车厢内吸烟的违法行为 因为严重扰乱列车秩序 随后这位男子被列车乘警移交到前方站派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高铁动车组列车上吸烟 属于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 铁路公安机关可对行为人 处以500元到2000元的罚款 除此之外 在高铁动车组上吸烟 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并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高铁列车上有烟雾报警器 报警报警会导致列车紧急制动 造成停车或者是减速 因为高铁列车速度较快 紧急制动的话 容易造成旅客的摔倒或者是碰撞 非常危险 而且高铁列车也是全封闭的车厢 吸烟容易导致火灾 如果吸烟导致列车火灾等严重后果的 追究刑事责任